艷阳下那湖园区 回荡清脆的砖块碰撞声 一百位志工大动员 我们台北池苑五楼的阳台 因为现在那个整个水泥有剥落 那我们要整个来修复 那需要大约差不多两万块的连锁砖 那我们现在这些连锁砖是从汐止园区 因为它那边在新建的一个静思堂 那把它原有的一个连锁砖 都收集到这边 堆高机来回运送 男生负责船接搬运 女生拿着铁刷卖力刷洗 人人来自不同连区 干起活来却默契满分 虽然会觉得很辛苦 可是你看到这么多人一起坐 不但不辛苦还觉得很发喜 一般来讲我们都比较不属于 这种出众的工作 在办公室觉得好像 因为这个做起好像比较 工作比较伟大 但是今天来做这个连锁砖以后 反而那种小工 不见得那种工作会比较轻松 刷洗区域刚好位在蚂蚁窝旁 志工小心翼翼不伤害这些小生命 现在上人在说附身 所以我们就先给它弄出去 先让它停止 告诉它说你该回家的路了 因为我们现在要整理这个 所以会打扰你 三天内预计要完成三万个连锁砖的整理工作 砖块回收再利用 也是一种爱地球的身体例行 大家新闻 至上美志工黄凤匡台北报道